這裡是台東大午鄉海邊 沙灘上去出現一輛深色轎車 靠近一看原來是市價超過300多萬元的特斯拉電動車 不過這輛車車輪胎明顯深陷沙灘 車主這時已經不在車上跑去搬酒瓶了 怎麼回來了 好不容易找來了吉普車 這位綠色衣服的男子跪在車子前徒手挖沙 努力的想找可以勾住繩索的地方 不過往前拖似乎沒啥幫助 之後再從車尾下手 這輛特斯拉才終於突困 耗費了一個多小時 車上乘客太開心了 第一次來這裡啦 車主要拖起來很高興的啊 有啊 你好多了吧 原來車主開車來玩 發現美麗沙灘還有沙灘上的車輪痕跡 以為開下去沒問題 沒想到每幾公尺車輪陷進了沙子裡 怎麼踩油門都無法動彈 還好後來有吉普車神救援 其實像沙灘必須要有四輪傳動的車輛 才有辦法駕馭 二輪傳動的房車可別 輕易嘗試以免掉掐 記者臺東綜合報導